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来学习发菩提心能够落实在六度波罗蜜 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八品的禅定波罗蜜 在上个单元我们谈到了禅定 也就是从出击的白骨观 或者是安波属席观 作为安定的基础的训练方法 能够从基础的禅定 安定我们的心 同时也对世间法产生出离不尽的心 然后禅定的增长 乃至到守刃炎三昧 或者称作守刃炎金刚三昧 剧主佛菩萨 十地以上的菩萨的这样子的禅定功夫 那都是从基础来训练起 在我们世间里面 动乱比较多 所以我们也更要学习安定 所以在佛法禅定的考量 是跟智慧要配合的 也就是定中能够观察 我们自己的过错 定中能够产生智慧 观察诸法是如幻如梦泡眼 这样子观察 自然对诸法有如实的了解的智慧 所以我们上一个单元 谈到要由禅定 能够开发智慧 我们还要透过三种的方法 也就是从三种的智慧来 提升我们禅定的落实 乃至开发智慧 所以这三个部分就是 文、思、修 那这三个方法 各有各的成就的智慧 所以叫做文慧 思慧 修慧 就是从天文佛法 我们也有一个义理的了解 所以本身就有智慧 所以本身就有智慧 思维的思慧 也就是能够对照世间法跟佛法 从世间法的观察 了解世间法是无常 是苦 是空 那众生在世间法里面 就是起又被苦恼 种种的这一些的执着 也就是我们众生的贪真吃索 所做的这一些的苦 那在进一步观察 这些诸法呢 其实本质都是幻化的 不实的 也因为都是因缘法 那因缘法 成就众生的苦 如果能够了解这些因缘 那从苦也能够离苦 那更能够修持佛法 那更能够成就乐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对照 了解诸法的实相 这个就是思维的思慧 那能够落实去修禅定 也就是修慧 那我们上个单元 就是谈到思慧的这个部分 能够观察世间的因缘 无常苦空 种种的实相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接着呢 也就是在继续了解 思慧 能够让我们 于一切法 生厌离心 因为我们如果能够观察 世间法 种种的现象 也不过就是 众生的贪生痴 烦恼 然后借着外在的这一些的人 人是种种种的助缘 因缘而去把它成就 就是作为 那这样的时候呢 整个的操作过程 它归结到最后呢 也就是我们的心法 我们的心 然后借用外在的这一些的缘 那去造作种种的世间的现象 看起来好像有一些是让我们高兴的 看起来有一些是让我们烦恼的 起又被苦恼的 那这一些呢 也都是无常的 所以就叫做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也就是是假的 因为这些的因缘 只要一改变一个因缘 也许可以从乐变成苦 或者是从苦生乐 那在这些里面啊 我们就是要真实的了解 就不会起贪质的心 而是变成说 我们更应该要能够有一个 可以秉持为依据的正法 也就是我们要循规道局啊 就是行正法 行善法 行清淨法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在种种的因缘的 这一些的变化里面啊 我们所造就的因缘 都是善的因缘 那所以有善的因缘自然 我们就会承受善的果报 那也能够就是跟恶果啊 就越来越远离了 那所以这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 在发菩提心经论 就是印度的士卿菩萨所著的啊 他说我们能够于一切有为法 及身厌离的时候 我们更加转家精情去佛智慧 也就是说我们更加知道说佛菩萨的尊贵 佛菩萨所教导的法 是这样子的难能可贵啊 我们应该要把它当作我们在这个世间 一切无常里面的唯一能够依靠的准则啊 那所以我们才会说前面都要强调文慧 要多听多闻才会知道说 这个世间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这个世间像啊 都是贪生痴烦恼 那原来还有佛菩萨的清净慈悲智慧 所以对世间越能够厌离 我们就对佛菩萨更能生恭敬心 向往的心乃至我们能够更精进的学习跟修行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讲到思慧 就是思为的智慧的时候呢 他也是要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善分别 就是对我们真正能够改变我们旧的这个观念啊 对我们不正确的一些对世间的这种观察的一种主观的观念啊 那我们就是要借用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思维去了解推理 然后作为我们认识的一个依据 所以下面呢在发菩提心经论里面就更进步谈到说 思为如来智慧不可思议不可称量 有大势力无能胜者乃至无畏安稳大臣不复转还 能就无量苦恼众生 如是知见佛无量智见有违法无量苦恼 自愿求无上大乘是明施慧 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世间法的这一些种种现象啊 我们没有执着乃至厌礼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厌礼呢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从世间法而到除世间法 那这个部分呢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的心啊 不随着世间而起贪生痴啊 就是我们知道说起贪生痴其实都是造苦业 都是重苦因啊 所以我们就经过思维 然后呢来改变自己的这一些的观念 那落实在我们对于 种种种的事物我们要用什么动机去做 所以对世间产生厌礼 那对佛菩萨对佛法更加的精进 所以再进一步去思维如来智慧不可思议不可称量 就是多想佛这样子尊贵庄严的境界 因为我们好像这个头脑 其实我们如果没有主动的带领他想一些好的事情 我们这个头脑实际上他也一直在转 那转的都是我们过去的这个眼耳鼻舌声 对外境所取的这一些的声音啊影像啊 那我们产生的得失心啊 那这一些呢 其实都是已经过去的了 那只是我们就还在那里执着 那所以我们好不容易听闻佛法 那经过佛菩萨有实证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状况啊 教导我们 那我们从这样听闻的也有一个智慧呢 就用来反观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们多带领我们的心去思维向上的正面的 所以我们思维佛菩萨的智慧啊不可思议 佛可以能够十方世界都一界通达 像法华经释迦牟尼佛续品要说法华经之前 要先放光然后照射十方世界 先从东方开始那照到三界里面 从有鼎天然后到下面的这个阿鼻地狱 那所有的众真都可以照到 那这种力量怎么来的呢 所以说佛有大势力有大的威势的这种力量 就是能够照片一切众生 那真的是一切世间所不能超过的 也是世间力量所不能及的 所以佛的能力这么高 这么大是无量无边的 那乃至无畏安稳大臣不复转还 那就是说佛已经达到的究竟圆满了 所以呢他是一切无畏 没有畏惧 对任何的事情我们世间 我们的畏惧是对于我们的得失心而来 我们怕失去我们喜欢的 失去我们所拥有的 所以我们心里会害怕 那佛如果看过这个是因缘法 那因缘果报他是实时呈现的 所以呢能够观察这样的诸法的实相 那佛也没有产生畏惧 那主要的是我们还在照新的善因 能够在成就善的果 那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他就是勇猛直前 那然后在无畏也对于魔 对于所有的障碍也都没有畏惧的心 这等于是就是如实观 那能够去实践我们应该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常常赞叹说佛在我们世间 就是成就这样子的究竟圆满的果报 是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所以能够成就一般的人所不能达到的 这样的一个究竟圆满的境界 所以他能够到达安稳大成 安稳大成应该是指的佛的究竟圆满的涅槃 那佛也不住在这个涅槃 因为如果佛只住在他所正道的涅槃 那佛就等于是只有自己享乐这个寂静安乐 可是佛又在涅槃能够观察众生的苦 而起悲心而度化众生 所以这个就是菩萨道 就是发菩提心能够就近落实 所以我们能够思维佛的智慧 那就是让我们常常能够把我们的心 从这些世间的烦恼这种苦海之中 能够让我们提升 就好像看一看这个大的世界 这个宽阔无比的这种境界 所以这样子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行菩萨道 就是上求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往上去提升 就是去看看佛菩萨 那另外还有下话 就是要能够把我们的能力 还要发悲心来救度众生 所以在经论里面说 能救无量苦恼众生 如是知见佛无量智 所以佛他的究竟圆满的境界 是无量无边 然后他的智慧也是能够救度 一切无量的苦恼众生 所以佛基本上对众生都是无止境的 慈悲的救度 所以我们能够去思维佛的智慧无量无边 那佛也是慈悲救度 无量的众生也是无量无边 所以这个是佛的智慧的广大 没有限量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更加看到 有违法无量苦恼 所以在这里就等于是要思维说 如果我们没有突破我们的智慧 我们就是在世间法里面在操作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别人对我们好 我们也升起一个好 那别人对我们不好 我们的心呢 也好像要有一种称恨的心 或是要去报复的心 那或者是我们的所有的计较 那种种的我们都是希望说 我能够得到什么 所以我要付出什么 那这些就是有违法 那有违法呢 也就是说 我用这些的心在计较的时候 那实际上呢 这个因缘就随着我们计较的心在变化 那可是呢 当因缘变化的时候 那我们也在这个中间呢 苦恼会觉得说 那我们想要按照我的心 要去达成的这些事情 都没办法做到 那我们没办法看到 在这个中间 他还有更大的一个因缘 也就是如果我想的 跟别人想的 他的利益考量不一样的时候 那在这个中间 也许我们就会受到损失 那我们就会 就是痛苦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没有从真正的这种因缘观 那如果能够从因缘观去看待的时候 那我们的心 应该就自在 那我要做的一个考量 主要是一个善念 我要做的考量的动机 是清净的 那是用在利益的 这样子的一个考量 所以既然是做为一个利他利益的考量的时候 那如果因缘变化 那我们就不会那么执着的很痛苦 我们会觉得说 我有这个心要做 可是因缘还是没有成就 那我等待因缘吧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善念的这种善意 我们没有因为这种因缘没有和合而消失 所以我们就变成是 我们的这个善随时都一直带着 我们永远怀着善心 然后呢 随着因缘变化 我们的善心没有改 那因缘要是成就的时候 我们赶快积极的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善因缘 去成就它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 见有违法无量苦恼 这样的一个道理 然后呢 自愿尽求无上大政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因缘法里面 我们还是要成就绝对的善行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善念 能够成就利益的实质的落实 那这样子就是 能够尽求无上大政 那这样子就是叫做思慧 就是从我们的思维分别 知道世间应该怎么样子看待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 应该要向往佛菩萨的智慧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自己的心的掌握 那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实质的一个 从文法 然后自己的观念 就是从思维培养成就的这样的智慧 那在三种的智慧的层面呢 第三个就是修慧 所以在发菩提心经论 世间菩萨就解释说 云合修慧 就是实际修行 而成就的智慧 那他就解释说 从出古怪乃至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皆明修慧 所以这个部分呢 因为成就的实际修行的智慧呢 是透过禅修禅定的实践而来的 所以强调说从粗粗的阶段的白骨观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说 怎么修禅定呢 可以从白骨观或者是从安波属习 所以这里应该也是包括安波属习观 是当作禅修的基础 我们谈到的禅定菩萨蜜 要透过文思修三个层次 能够成就禅定菩萨蜜 在禅定的修行里面 更要侧重的是修慧 也就是要有实际的实践 也就是要落实来修禅定的训练 所以我们前面谈到的文会 诗会还是从佛法究竟的考量 就是听闻所有佛的开示的法 无量的法门 都能够越了解 越能够对峙我们众生的习性 改换我们的错误的观念 那思维的诗会呢 也更能够分别 世间有违法的苦恼 然后更发起像佛菩萨 无上智慧慈悲的学习 所以从诗会跟前面的文会 他能够建立我们的一个 知见上面的一个力量 那修慧呢 也就是我们真的也要知道 怎么修了以后 就真的要落实去修 这个就好像我们一般的人 我们在吃饭 就是要吃了才饱 那我们在前面谈到食物的美味 食物的营养 那思维应该要吃什么的食物 才是最好 那还是要透过去吃 所以这个就是修的部分 那在禅定呢 更加要侧重这个修的过程 所以我们谈到的说 那修慧呢 从初古怪 也就是初步的基础的白骨观 那当然也包括安博蜀 他都是作为禅定的基础的禅修的法门 白骨观是能够让我们升起不静观 也就是对我们的世间的贪欲种种 能够起厌离心 那安博蜀呢 能够让我们安定专注我们的心 那都能够升起对诸法的无常苦空 从这样的一个观察的智慧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禅定的一个初步训练 那在这里呢 就用说 从初古观乃至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也就是说 从初步初击 那真的落实在修禅定的时候 把我们的心安定下来 那能够观察一切诸法的真相的时候 那我们到最终究的究竟圆满的智慧呢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 所以这里呢 就是举出一个是基础 一个是最究竟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 能够落实去修 都叫做修慧 那在发菩提心经论呢 世青菩萨 他的一个很周全的考量 在禅定波罗蜜里面 前面就是告诉我们 要如何能够了解禅定的利益 然后要发起能够修禅定波罗蜜这样的动机 那再来就要了解 从文、思修、三会来成就禅定波罗蜜 那解释了文会、思会以后 在修慧的过程 就是重视说 从初步到究竟圆满 都是要重视实际的修行 那下面呢 就举出禅定的四个境界 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四禅八地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那真的能够修禅定的话 那应该要能够进入到什么样的境界 那在四禅八定里面呢 就是它是侧重在禅定的定 所以从我们欲戒 贪生持烦恼 那能够真正修禅定 而进入禅的境界的时候 那才能够进入色界 然后从色界呢 还是保持更深的禅定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进入无色界 可是这三界的这种禅定的提升 从无 就是从欲界到色界到无色界 那这个里面的禅定的功夫是很深的 可是呢 还是在三界里面 所以呢 还要再继续呢 就还要达到有欲罗汉的 对峙我们的贪生吃烦恼的 这样的一个智慧的提升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禅定的过程 是从佛法的一个禅定的考量 只是因为佛法的禅定 最终究的欲罗汉果的禅定呢 它是要断除贪生吃烦恼的 那那个部分呢 也就等于是还要产生智慧 那从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禅定呢 还要侧重能够利益众生的 这样的一个考量的时候 那边就是又有不同的 的一种关怀 就是不只是定 那也不只是欲罗汉的智慧 而且还要有发菩提心的 这样的一个考量 所以 四经菩萨呢 他就是在发菩提心心论里面 他也是先让我们知道说 依禅定的这样的一个修行 他能够进入的四禅八定 能够正到色界无色界的禅定 然后还要进一步 还有发菩提心心菩萨道的 这样的禅定的特色 所以我们要介绍四禅八定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差别能够先了解 所以我们接着呢 就来了解四禅八定的禅定的内容 那第一个出禅呢 就是离遇不善法 有觉有惯 离生喜乐 入出禅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初步的禅定的境界 这个初步禅定的境界呢 是在于我们的欲界 贪生痴烦恼的运作里面 就要开始呢 能够离遇 所以就是离开我们的贪生痴 离开我们对这个世间法 有贪念 我们想执着 那我们也不喜欢的 我们想排斥 那这些都是很维系的心法 都是我们的心在操作啊 还有愚痴呢 就是我们心里呢 有种种的计划啊 我们一般说的心机啊 那这些都是 都是欲 所以在修出禅能够进入 出禅的时候呢 基本上也就是 心要能够先离这些欲 就是基本的不善法 就是我们的心的基本的 不善法的操作的状态啊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因为有 要去看我们自己本身的 这些心的操作的动机嘛 所以它有觉有惯 所以这个时候的有觉有惯呢 它是在于我们的心的 这些操作的过程啊 我们自己要有觉知我在做什么 那我们自己本身的这种 心的这种比较粗糙的 或者比较细微的状态都能够知道 所以觉是比较粗糙的 就看到我们心的动态 它就有知道 有这样的状况 然后有惯的惯呢 它就是比较微细的 就是比较能够细微的深入去观察 所以在这里的有觉有惯呢 是其实它是粗糙性的 所以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 有寻有事 就是寻寻找的寻 那亏事的事 那也就是我们自己 因为还有一个要操作的心去看待 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的习性习惯的这一些的 这种心性的动作 所以它变成是 也是有它的一个过程的一个作用 所以它这个时候叫有觉有惯 那只是呢 因为经过有觉有惯之后 我们的这些贪生痴的这个作用呢 它就减低 然后说这个是不应该这样子去做 所以这里我们常常会说 那对世间有很多的这一些是非 这一些的事情呢 那我们有怎么样子的议论呢 我们都慢慢减低 那心才能够离生喜乐 这样的时候是入出禅 就是离生 生就是我们的这一些欲望啊 种种种的这一些的念头啊 它的升起 所以离生就是离开我们的这一些欲念 种种的升起 那这样的时候呢 心就会趋于一个禅定中的喜乐 那这个时候呢 是叫做出禅 就是第一个禅定的境界 那这个部分是很不容易啦 因为就是主要它是能够 至少是平息我们的贪生痴啊 所以我们一般说贪生痴 它是一个心理的不动 就是不安定是一个动态的状态 那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要说 这个贪生痴呢 是要能够观察 而且要去除 因为有贪生痴烦恼 我们的心永远是不安定的 那所以从禅定更加呢 就是要能够平息我们的 这个贪生痴的欲望 所以第一个是出禅 离遇不善法 有决有冠 离生喜乐 若出禅 那我们现在这样子谈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从离来之道 那在修会里面啊 它是侧重的是应该是 我们是要这样子去修啦 只是说因为佛跟诸大菩萨 声闻欧罗汉果的圣贤 他们是真正正道的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境界啊 所以在我们还没有修道的时候 我们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境界 我们也是把修会当作文的内容 来了解 可是我们就要依照这样子的内容呢 来观照我们说 那我们应该怎么修 那我们能够修到这样境界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对照说 那我真的也有修到这样的一个出禅 可是在这样的过程就 不能假的啦 就是我们真的有到 我们的心是没有起贪生痴的这种作用的 那这样的时候 那心自然起一个喜乐 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啊 那一般呢都会说 出禅的这种喜乐 叫做禅定的乐呢 就不是我们世间的这种欲望的乐可以比的啦 只是说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境界 所以我们不知道而已 那不然有的就是到了出禅的时候 那他也会觉得这个是一种禅定中的喜乐呢 而产生一个执着 所以再来呢就要针对说 我们如果进入了出禅 有这样的喜乐的境界而起执着啊 所以还要再进一步 因为禅定它是要越来越定 所以所有的这一些的执着啊 就要一个层次 一个层次来提升啊 那所以再来就是要进入二禅 所以二禅呢是灭绝观 内清静心一处 无觉无怪 定身喜乐 入二禅 所以这个部分呢 比出禅更进一步的成就呢 也就是要灭绝观 也就是把出禅的有绝有观 或者是说有寻有适 这样子的一种心 还有在那里操作说 看着我们自己的心的状态 那也把它去除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绝观啊 就去除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 这里讲的绝观啊 就是一般呢 在禅修的经典里面啊 乃至会加上一个恶 也就是不好的意思啦 就是恶绝观 那我们本来说佛是觉者啊 那佛的觉悟者的觉呢 是指大侧大悟 对诸法能够看到真相如实观 那这个是讲 我们对一切事物真理 真正的了解了 真的是大侧大悟了 看到了这样的道理 这个时候是叫做大觉 那这里的觉观呢 他讲恶觉观 是主要是因为 他是心的一个状态 是心对于我们自己的 贪生吃的一个观察 是一个过程里面 自我观察的一个作用而已 他不是究竟的那个觉 所以我们也要对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用的词句是一样 可是呢 他里面的意涵不一样 所以在恶禅呢 第二个禅定的层次里面 又要把这个觉跟观呢 要把它消除 就等于是说 我们的心还要更安定了 所以更安定的时候 因为他能吃平息 然后我们的这种观察力 对贪生吃的那个观察 既然贪生吃已经平息 这里是平息不是消除 所以我们这里讲的是禅定 只是好像把我们贪生吃的作用减低而已 没有从根拔起 可是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这个时候贪生吃 它的作用减低 那当然呢 我们要去观察贪生吃的作用 就也不需要了 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 这个恶觉观也消除了 所以内心保持清静 而能够越集中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是针对出禅的觉观消除了 而能够更安定 所以这个时候的安定是无觉无观 而产生更加的禅定中而生的喜乐 那这样子的时候是入二禅 所以这个部分是从出禅 能够对我们的贪生吃平息 然后有觉有观 这个时候是出禅 就是离生而喜乐 那第二个禅呢 禅定的功夫 是要灭这个觉观 就是要来观察贪生吃的 这样的觉观的作用 那所以这个觉观就没有了 就无觉无观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定身喜乐 就是我们的心啊 没有那个要去观察 好像去探访的巡视的作用 这个时候是定身喜乐 而入二禅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就是从禅定波罗蜜的文会 对施慧的修慧里面 就了解到出禅跟二禅 那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禅定的功夫呢 基本上呢 也就是要我们能够正式 能够实践 所以强调的是修慧 也因为是禅定波罗蜜啊 特别就是提出文师修三会 那我们在一般的这种世间的操作呢 我们大部分都是在用我们的心思 就是我们的心念啊 很多的这种异想啊 那这样的操作呢 实际上要去了解禅定呢 是比较不熟悉 也觉得不习惯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借用 从初步的白骨观 或者是褚席观 那把我们的心就安定在一个对象上面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慢慢呢 就比较能够从我们平常的这种 很多失多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那才能够慢慢 就是趋于禅定这样子的一个准备啊 所以在禅定波罗蜜 侧重修慧 确实是也要我们能够有这样的 弱实的一个经验修学 那我们平常呢 也就是说 从我们的生活规范里面啊 也要有一些配合 所以像天台智者大师啊 他就在正修行里面啊 之前就要先关照说钱方便 那我们的生活要趋于简薄 然后呢我们也要知道自己减少贪生痴 烦恼啊 那这些都是整个的配备的 所以我们如果对于禅定 还不是很了解 我们也不要生烦恼 那我们还是有前面的布施慈戒忍辱 那这一些的这种全方便先做 那这样慢慢我们的心安定了 那也多文 多施然后再弱实来修行 那我们大家共演啊 那我们把我们学习的功德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欺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僧才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珠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即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藉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 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实、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勇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传灯无尽 贵物介绍 护持弘法、培育生财、生前安养、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佛教同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之号台内明治地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8751-5434 通讯地址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起www.livetv.org.tw www.adate-sustain.htm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足为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余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抖南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 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 秉持着广传佛陀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制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使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施 法施为罪胜 人施行才施 行法施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院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 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盛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堂捐 聚沙成塔 福会圆满 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划播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络转账 银行贷号 005 土地银行 转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 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 03-989-8787 或email livetv.net atmsa.hinet.net 服务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天鹅的泪 天鹅被誉为神鸟 姿态优雅 性情温和 忠贞不二 灵性十足 自古以来 都是纯真与善良的化身 你看 天鹅 真是太棒了 天鹅又出现在这片湖里了 是啊 上次我们抓到的那只天鹅 可是卖了个好价钱 今天 要是能抓住这两只天鹅的话 我们 就又能大赚一笔了 他们在干什么呀 快点朝往哪里去呀 别急 他们一定会过去的 只要他们撞到网子上 那绝对是跑不了的 捕鸟网是那些盗猎者 捕捉天鹅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他们在天鹅食物比较丰富的湖边架起这个网 天鹅在起飞或降落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被网缠住 哈哈 逮到一只了 太棒了 快 我们去抓住它 要被网绳勒死 那价格可就大打折扣了 你着什么急呀 你看 还有一只天鹅 不是没被抓住吗 可是 那只天鹅已经飞到天上了 我们哪还能抓得到它呀 不用我们抓 它等一下就会自投罗网的 要知道 天鹅都是一夫一妻制的 而且 它们对自己的伴侣非常忠诚 天上的那只天鹅 是不会丢下自己的伴侣 而独自逃走的 嘿嘿 真的被你说中了 它果然飞下来了 不要害怕 我来救你了 别过来 你救不了我的 你快走吧 要是你也被抓网绳住 那可就糟了 我不走 我是不会丢下你的 糟糕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赶快飞走啊 你看 现在好了 你也被抓住了 这该怎么办啊 你被困在这里 我怎么能独自离开呢 现在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又在一起了 哈哈 真的两只都被抓住了 天鹅看起来那么漂亮 没想到却这么没脑子 真是太笨了 有这两只天鹅 我们又能进账不少了 这两只天鹅被盗猎者卖到了餐厅 他们到了那里 只能等待被宰杀变成菜肴 成为人们的副中餐 怎么 你们也是被用网抓来的吗 没错 那你也是被网抓来的吗 是啊 我们真是太倒霉了 来到这里 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的同伴昨天就被杀死了 王老板 你看 这可是真正的野生天鹅 想要抓到可是很不容易的 我一共花高价收购了四只 昨天赵老板吃了一只 您看您是不是要点一只啊 好啊 就这只黑的吧 我还从来没吃过黑天鹅肉呢 我们终究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 不要伤心 至少我们在一起 这对天鹅的命运很快便得到了改变 学佛多年的李先生 得知这家餐厅里有天鹅后 决定要拯救他们 李先生 你看 这两只天鹅不错吧 不过价格也不便宜哦 老板 这两只天鹅我都要了 你开个价吧 啊 两只你都要 李先生啊 你是准备请几桌客人啊 我并不打算吃掉它们 我是要将它们买下来 放生的 什么 我没有听错吧 这两只天鹅价值好几千呢 你不会真的要花几千块钱买下它们 然后再丢掉吧 老板 我是要将它们放生 不是丢掉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你看这两只天鹅 它们就像是天地间的精灵一样 这么有灵性的动物 我们怎么能残忍的将它们杀掉呢 李先生 你说错了 其实天鹅是非常傻的 它们看到同伴被网抓住后 自己也会傻傻的撞到网上 你说这么愚蠢的动物 哪里有什么灵性啊 你以为它们自图罗网是因为愚蠢吗 不是的 它们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自己的伴侣被抓住了 它们不愿意独自狗活而已 难道真是这样的 是的 天鹅对伴侣的忠诚度甚至远远超过我们人类 以后请您不要再伤害它们了 李先生最终买下了这两只天鹅 而这两只天鹅尽管深陷鲤鱼无法动弹 但它们俩看李先生的眼神 却非常安静柔和 没有半点恐惧与绝望 似乎知道李先生是来救他们脱困的 没事了 你们现在安全了 我会把你们带到水库边放生的 这是怎么回事 我店里买过那么多只天鹅 可从来没听到过它们发出这么悦耳的叫声 难道它们真的知道自己获救了 所以才会这么开心 难道它们真的很有灵性 在水库边 很多学佛的人正在那里放生 当他们看到李先生 带着两只天鹅来到这里后 便纷纷围了上来 李大哥这两只是天鹅吧 是啊 它们是我从餐厅里买来的 从餐厅里买来的 天鹅肉在餐厅里 可是能卖出很高的价钱呢 李大哥 这两只天鹅一定花了你不少钱吧 你说的没错 这两只天鹅的确非常贵 不过我们行善放生 怎么能因为价格昂贵而放弃呢 嗯 李大哥你说的很对 你们以后可要小心点啊 不要再被抓住了 好了 你们自由了 快走吧 去你们想去的地方吧 咦 奇怪了 它们怎么不飞走啊 你看 这两只天鹅在流眼泪呢 你眼花了吧 天鹅怎么可能流眼泪啊 不信 你看 啊 真是令人不敢相信 这两只天鹅真的在流泪啊 啊 好了 不要流泪了 快走吧 那一刻 在场的人都被震撼和感动 时空仿佛定格 只有彼此间心灵的默默沟通 世界万物本是一体 停止杀戮